然後問到兩點半都可以 希望你們等一下回去都不會下雨 我們慢慢來先拿去 對 剛好 好 好的 你現在有睡衣飽了嗎 那是大叔姐嗎 對 他就是 我包的太密了 我昨天其實也沒睡到 因為我只要有重量活動 我都會有點失憶 不要晃到這樣 對 但是日常通過 然後這是我的文化 但我都會盡量告訴自己 因為像 你知道像自癒神絡失調 還有一些 癌症的一些修復功能變差 其實都是跟作息有關 所以我要警告大家 就是 真的不能作息 日夜便倒 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會讓你整個 就是始終都亂 日夜便倒 不是 我不是夜便倒 我是潛眠 再加上睡眠時間很破碎 所以例如說 人家說什麼一到三點 在走什麼肝經膽經的時候 我跟朋友在好好學習啊 所以才會出現 他說癌症會形成 也是一連串的巧合 對 所以就 我們要好好的 我們能夠優附 我會強迫自己早一年睡 然後 真的不行的話 就是 送完小孩再回來不明 對 所以我要呼籲各位爸媽的 看哪一天 那老婆都是已經 那老婆還是會 嫁人的時候 就真的讓我睡到飽 所以我要呼籲各位爸媽的 就是 他會帶小朋友去玩 然後娃娃回來 就說 可以起來吃午餐了嗎 我覺得 這就夠了 這就夠了 心裡有機器 有沒有 這就夠了 對 然後也跟你好好說 不需要 這樣是不是很好 拜託你們 為了讓家庭開心 Happy Life Happy Life 不要 讓老婆睡吧 對 畢竟爸爸平常如果真的都在上班 平常也沒時間 全部小孩 媽媽一到日都沒有 無薪假 有沒有 不知薪啦 沒有薪水之外 還要什麼事都做 對 真的媽媽要睡薄一點 對 為什麼不眉啊 你們都好太重 喔 因為我們有一個 沒有 我可以關整回答 我們特別開車 對 因為我們有一個病友 乳安病友 他自己是就是物美食 文美壽美食 然後他是病友 所以他用的那個料 是特別從德國進口 然後因為你知道 有些染料 很多是 Made in China 或是Made in哪邊的 然後這個是Made in Germany 然後他是比較 我們這樣的體質可以用的 對 就是各國都有不同的染料 對 所以 他的是比較多 會對我們造成傷害的 所以他的技術 我也是看過所有的病友 因為你知道病友 那個時候在 在不眉的時候 我們只要有傷口 就不容易好 所以我們也那個時候 很不太能吃生的 連水果都一定沒削皮 你要喝精力湯 蔬菜要燙熟 所以我們那個時候 在外面吃飯很麻煩 你就是去吃個排餐 然後就會跟他講說 不好意思我不能吃生菜 然後 生菜也不能吃 那番茄如果是那種 番茄能不好意思 如果放太久我也不能吃 人家就覺得你是OK啊 對就很麻煩 所以我們那個時候 吃飯真的很麻煩 所以我們也不要 很小心照顧自己 就是不能吃生食 連水喔 我都要帶一壺自己 能喝的水 我去醫院的時候也是啊 我住一兩天的病房 我就要扛三次 因為我打那個話來講 其實是很傷症很熱 就是有破壞也有傷害 然後也有好處 所以你就要一直讓他蓋氣 你就要自己燒水 然後帶去醫院 因為醫院只有燙 對不對 所以就 就會擔心 所以就要自己準備好 所以那個病友的文媒技術 還用那個 他是有用一個軟體 特別去算你眉間 去比什麼的 真的很明白 就是又很自然 所以我後來只要就是 不化妝 或是化妝都可以 化妝就淡淡加一點顏色 不用像我以前就是 沒什麼眉毛太辛苦 你知道那時候為什麼 一定要問你 是因為那裡有可能沒有自信 看了自己已經光 你們有沒有看到我書裡面 那個光頭的照片 對不對 光頭的照片已經夠給你自信了 然後還沒有眉毛 你看了自己就覺得 這把也是 跟以前就是 會差別 落差很大 所以還特別跑去那邊 你去裡面有一張照片 就是在病房裡面 然後有 噢 我那個時候很可怕 因為我剛好住院前一天 有點感冒 然後有點痰 所以我早上還特別先看了耳鼻喉科 耳鼻喉科醫師還跟我講說 你一定要跟你的主刀醫師講 你今天有一點感冒症 讓他能夠幫你加一些藥什麼之類 那我開刀 開17個導師真的很嚴重 所以我出來之後 我是在醫院是嚴重感冒 所以我 我吸那個藥其實是化痰的 但我喝出來痰都是 一大塊綠色很可怕 很濃 所以那個時候 你真的是感染得很嚴重 所以我那個時候 噢呼吸都很困難 我那時候很怕自己確認 但其實就是沒有確認 就是感冒症狀很嚴重 再加上你胸口又很痛 所以你呼吸的時候很肺力 你一度以為你吸不到空氣 你只要在醫院住的那幾天 你會很 很濁 真的很濁 你剛剛沒辦法想像 你整個都被保住了 然後 呼吸不到空氣 的感覺 然後又是光沖 所以那個時候除了拍這種照片 當紀念妝能做什麼 可以把這照片放到處裡面 放幾層會掙扎 很掙扎 因為 我那時候在想 我要不要放 因為我沒有讓人家看到 我光頭照片 其實我那時候 選擇要做YouTube公開 身體內容 也是因為他們 已經私下拍到我光頭照片 然後可能就會嚇到他人標 什麼很狼狽的女星啊 或什麼之類你知道 疑背啊 我們看起來很壞 對 所以我就很擔心 算了還是自己講出來 比較 衝擊沒那麼大 好 還是很謝謝大家 是 有手下不及 你有罵老公 那麼強 罵老公 我不會當罵他 當然就是 講他壞話 沒有啊 他是開玩笑 裡面其實也沒什麼 只是 我覺得 人跟人之間溝通 有時候很壓抑 然後那個壓抑是不自主 我以為這樣子 就是 我看起來 開朗OK 可是其實有時候 我是不自覺去迎合別人 可是其實當下的不決定 其實並不一定開心 可是你知道生活中 本來就是不同的迎合 你要迎合長官啊 你要迎合編輯啊 你要迎合不同的客戶的壓力啊 什麼的 然後就會有很多的不舒服 可是那個不舒服累積 我們是沒辦法去消化的 因為也不知道跟誰講 然後 然後 講出來感覺好像別人 並不一定很聰明 所以我覺得 學會消化跟 讓自己不要一直 總是這麼壓抑 才是我生病後的課題 對 我告訴我自己就是 我真的不舒服 我真的沒有辦法 我就要勇敢的說出來說 欸對不起 我可能哪裡做不到 那也請求對方能夠理解 因為 也很怕被拿過來上去 你知道 真的問題很多欸 狀況很多欸 但是 還是要把我們能做的 跟我們不能做的 就先表明 比較 比較好 不要勉強自己 那你們的療程 能不能到一個階段 就要 我現在 就是 上次是三個月最終一次 然後 醫生後來有跟我講說 我五月的時候有回症 醫生就說 我半年才最終一次 然後 他就跟我很 很婉轉 只要告訴我說 你就 當自己 他講得很慢 因為他字句又很小心 當自己是個正常人 就去生活 就開心 說 那有沒有不能吃什麼 你知道 不要吃虧 什麼都可以吃 開開心心就好 對然後我覺得 我一直很猶貌 很可愛 但是我覺得 因為他會 他會看報導 大家要寫好聽 我覺得他們是非常 在第一線 然後要承受真的 各 每天都面對新的病患 然後你要跟他解釋 所以醫生也不能從沒哭 那很多人就會 抱怨說 我們去看診的時候 可能醫生沒有通聽心啊 或是醫生那樣 但我覺得 大家也稍微 就互相聽兩下 所以我那時候 就做了一件事情 我自己 就是自購了十五本書 然後放在我醫生的診間 然後就跟他講說 醫生問問 你看到誰 看起來很 很憂鬱的 你就拿一本書給他 然後我那十五本書裡面 就是 封面都有隨機寫了一些 就是 話語 福利的話語 有點像是那種 那什麼 彩虹蕭塔那種白眼 對 然後每一本書都寫不一樣 然後 然後說那有 要給誰 我說沒有 你就看他看起來很絕望 然後我們就給他 對 其實書店不是也是這樣嗎 對 對 我們也最近在做快山 像陳柄 還有 娘屋 娘屋也有 對 然後就有留一些 就是線片 一點點 然後作者的切明版 然後大家可以去找找看 對 其實我覺得出書 有一點 有點像是原來以前的 那種 明星夢的感覺 就是 當明星不是夢 當作家反而是夢 因為你真的要集結到那麼大量的文字 你們可能很難懂 因為你們 文字都很 很擅長 很easy 可是你知道有時候 真的要把這些東西寫出來 然後是能夠吸引人看的 其實有時候會有點麻 我是說集結這麼多的文字 對 是不是不太明白 因為你們寫得很快 那你是不是太生病 對 對 我那時候就寫了好多 我都寫在祭司本裡面 然後要討論要整理的時候 我就會拿出來 我們這篇戲是什麼好不好 或是我們今天換成什麼好不好 這樣子 然後 就討論很多議題 對 所以我覺得就是 就是可以看一看 妳是用手機還變嗎 手機 這一段手是妳用手機 用手機 手機 手機 用手機 用手機 因為我們家電腦很慢 很棒 不知道為什麼 後面是寫寫 然後就要切換那個全形 半形很煩 然後 然後 我就用手機全部寫 然後有時候偷懶一點 就又錄一個人 然後再桿字 可是一個晚上就可以 一兩片這樣子寫 就是有感覺的時候 但不是每天都有感覺啊 你可能一個禮拜 只有一兩天有感覺 其他天十天可能 就在那邊曬我 對啊 就是我沒辦法像你們這樣 敢告壓力 我真的覺得痛 太佩服了啊 太佩服了 對 對 然後 如果妳有算要做什麼樣子 的話 妳有沒有身體最寫 欸 因為我是 我算是一年 我第一次是 一月八號 最後一次是 一月 三十吧 還是二十八 我也忘記 對 反正一年 一整年 然後 我說虛弱怎麼樣 喔 我跟你講 我前幾次話聊的時候 就是第一次 頭髮一直黃掉的時候 我那時候還很興奮把它拍起來 甚至我在 一開始在診間的時候 我還興奮的問醫生說 醫生醫生 那我看電話療的人都會瘦啊 所以我應該也會掉體重吧 我竟然這樣問他 然後他就說 你真的想太多了 乳癌 你的話療會怕 然後我說 會吹腫 我說 什麼怎麼會這樣 然後我老公那時候已經請念屁裂 他說 媽媽 不要再這樣好不好 他的意思是 你為什麼現在會關心 要胖瘦的事情 然後 我就說 喔好對不起 我回歸這裡 那我現在應該要做什麼治療的時候 最開始 就是問他我的藥啊 要打些什麼 對 然後 我覺得 那一陣子 真的很辛苦 尤其是我剛剛講 你一開始 你還覺得說 一個衛生的旅程 maybe有點像 探險的感覺吧 可是到最後 你知道 你拔到兩三次的時候 你的意志會被打垮 因為我 我書裡有寫到 我很多乳癌患者 打的那個藥 會腹瀉 可是我是便秘 而且我是嚴重便秘 嚴重到你 打完藥 那一個禮拜回來 每一次上廁所都是 整缸型 所以你就會很害怕 你坐在馬桶上 因為你擔心 你只要一用力 你就整缸型 對然後 那很可怕 我我我我我 之前有病友跟我講說 叫我不要再講這個部分 因為他們聽到他們會很害怕 所以你們就 不要每個人都寫 現在寫不寫 因為我也不想 我也不想讓他們害怕 可是我必須要 做到我公共人物的責任 我有義務把這些東西分享出來 是不一定是每個人這樣 不一定 因為很多人是腹瀉 他們就是狂拉 而我是便秘 很痛 超級痛 然後重點是便秘的時候 又長清 真的很像那個肚子懷胎 十月 九月 那種大 然後你又要上不出來 重點是你睡不著 因為你躺下去就補得 跟一個山一樣 然後你 側睡也不行 正躺也不行 就 很辛苦 對 但我就是強迫我自己 都要記得 就好像你失戀的時候 你強迫你自己 要把那個 最髒的渣男 把他瀑爛倒自己 那種改變 所以你就會 很難忘記 我就告訴我自己說 這些東西 如果我度過了 我一定怎樣 然後 剛開始化療的時候 以前上健康節目 營養師就跟我講 那個化療患者 味覺會改變 什麼什麼 他們會變 我都不相信 我想說 那有這種事情 那就堵成巧克力吃一吃 不就有感覺 我真的想的很簡單 結果我自己生病的時候 我吃到肉 全部都是苦味 欸肉欸 然後我就很痛苦 因為以前可以吃漢堡 我那天咬了一口 就把它放在旁邊 我就哭了起來 我想說 天啊我怎麼 我怎麼味覺變成這樣 然後那時候 會有手足症後 曲馬 手馬腳馬 四肢末梢都是麻的 你拿東西喔 我不誇到 你是要夾髮夾 或是拿東西的時候 我都一直掉欸 然後我老公都說 你為什麼要丟東西 你是不是不開心 我說每天我真的是手花 因為沒有感覺 你知道那很可怕 可是 可是你會 就是你針對 你自己生活上 所有小個部分的改變 你都很驚訝 以前我這麼容易 可以拿一個水杯 就像沒有力氣欸 然後我手指一直斷一直斷 然後腳全部都變黑了 然後手也是 關節都變黑了 然後你就會覺得 天啊這種日子 我怎麼會跟你這樣子 就會很疑惑 可是就是經過那幾隻畫囊 撐下來之後 我就 我就覺得我一定可以 然後畫了軟 然後開刀 還要再打12次 那後面就沒有那麼的痛苦了 因為那些標擺藥物 就負重的比較小一些些 對 就只有 我也經歷過 前一陣子手都破掉 然後我用 每天啊都要 指甲也會一直裂 手破 指甲也裂 然後很像冬天 那個沒有插護手 手全部裂 你就要一圈一圈的產 那個縫帶 或者是 那個膠帶 讓自己不會那麼不舒服 不然你帶個相片啊 那個 按開 按你沒有 就直接線進 把那個線具 就把你的指甲整片 有點不差 就很可怕 你就會想像 天啊 因為他病常 不是帶相片是最簡單的事情 對 然後都 都會做不到 你就會覺得自己真的很美 這段時間有沒有就是 有點很辛苦啊 有可能就是鼓勵你的話啊 或是 不是要撐下來 有 我跟你講 我真的上次 有特別有跟 那個 我忘了跟誰講 反正就是 我很感謝那個 瑪莉亞葉欣梅 他有一次真的鼓勵到 超級鼓勵我 他的話比較好學 欸 真的耶 就體股灌領 就是我剛開完刀 然後呢 看到大家 那個時候 疫情快慢慢解封了 然後大家都 出去玩啊 然後帶小孩出去玩 而且我自己一個 光頭 然後在那邊 然後又腫又 又胖 然後 那個時候 好像才剛有眉毛 一點點眉毛 還好有眉毛 然後 每天在家裡看了鏡子 也不想照鏡子 然後這種狀態 我連自己都顧不好 我怎麼帶小孩出去玩 然後我就 很痛苦 但是 開始就生憤憤 想說 你怎麼那麼好 可以出去玩 為什麼要在這邊 然後我就 有一天我就跟他傳訊息 然後他就跟我講說 欸不要這樣說 你才是真正勇敢的人 你用你自己的經驗 去鼓勵那麼多的人 他說 有些人 並不是把所有 不是每個人都把所有好的事情 不好的事情 寫出來 大家都只報喜不報憂啦 意思是這樣子 所以 他就說 你這樣子 才是最勇敢的 我後來就覺得 我後來想想 我後來還是蠻勇敢的 但是 後來想一想 就覺得 我幹嘛一定要去 這個時候出去玩嗎 我不能等生理好 要出去玩嗎 可是你知道 在那個 迷鬧當中 你就會覺得 我怎麼要在這裡 我怎麼會變成這樣子 但是他那一行的話 怎麼就是 體育怪我 讓我覺得 我很感謝 對 很多好朋友 他小孩有沒有做過 讓你就是 也是比較感動的 全體的事情 比較 三條線比較多 對啊 像那個什麼 像我兒子都會跟我講說 你都沒有戴假髮 你就不要去學藥造 真的啊 常常是這樣子啊 然後我就會想說 怎麼樣 我跟你講 我現在只是頭髮少 頭髮短而已 我不是沒有頭髮好嗎 然後我就想說 你們學校一定也有很多 女生都是那種 短頭髮的髮 然後 他們就說 沒有啊 我說 那媽媽現在只頭髮短 不會長長 大而多 對啊 他們現在已經到快要到清潔期 都很在意那種 美醜的概念啊 那我不會很難過 小小 但我後來就把那個 我取散 因為 不要在意在那上面 就不會那麼很多 因為我頭髮真的長得很快 只是我 我跟以前比起來 真的就有一些白頭了 以前是完全一個都沒有 然後現在就 真的會有一些白頭 但我覺得我也很感恩啦 畢竟就長得很暴力 然後 其實還長得 把搗了過來 還要選一下 沒有 真的不是那個意思 我只是鼓勵很多病友 因為很多病友講說 他們後面都長不出頭髮 我就告訴他說 像我這種 精氣神充足的人才能長得出頭髮 你們要多吃一點營養素 這樣子 你留到這個長度大概幾個月 我 欸 我是還有簡短 爆炸多欸 然後 我是 嗯 去年 4月22 最後一次化療 後面開刀 五月開刀嘛 所以我等於422 後面就沒有再打那個 會讓頭髮掉的藥劑 對 就慢慢 都長了 所以一年多一些 你看很茂密啊 很茂密 你知道夏天有時候 就戴假髮 那好 可是你知道 我那個時候的興趣 真的就只有買很多 你的假髮 然後在家裡 所以我老公就戴假髮 跟我玩 都只 就是男扮女裝啊 然後 然後 做一些搞笑的事情 取悅我 還有 還有兒子也會 勾掉的是小兒子 但是他真的是好心 因為他才 120 你知道120跟160 你真的還是有點距離 他就很用心的拿那個傘 這樣子勾 然後 要把我撐一下 撐不到 就在最後一瞬間 把我整個勾掉了 然後 所以後來我發誓 我只要有戴假髮 他們都會夾夾 那我之前不用夾夾 那後來頭髮越來越多 因為會滑掉啊 對啊 可是你用個髮網 汙著有沒有 就人家進呼中 那頭好痛 然後最好笑的是 我過海關的時候 你們有 你們這樣過海關啊 身上是不能有那些金屬之類 對不對 我真的太笨 我都不知道 我第二次出國的時候 我還跟我老公說 完蛋 他們會不會 如果我夾夾 是他們會叫我把夾髮拿下來 我說那這樣 我不是很尷尬 我為了這個 在海關方面很焦慮耶 然後 結果我就問 其實他們說 應該不會啊 不至於啊 沒有到那麼誇張 然後我就說 好吧 那我這次出國我試試看 結果我去沖繩 我就浮起勇氣 帶了內頂夾髮 事上面很多夾 沒有造型 然後就在那邊很緊張 然後我老公說 你可以越自然一點 我怕別人以為你 什麼 攜帶什麼 不良工品 或幹嘛 然後我就好 然後我就好 順順走過去 真的沒有BB 腳好開心 所以跟大家講 所以大家可以不要太擔心 對 除了就是 偶爾還是會有一些恐慌症 其他都蠻好的 但心情好很多時候 就比較不會 但好多病友都有私訊過 就說你怎麼樣去過肚臍啊 或怎麼樣 我都推薦他們一個非常有效的辦法 就是那個FB或YouTube啊 或是抖音 反正很多 你就找那種好笑的影片看 然後可以殺很多時間 然後一直笑一直笑 心情也會餘患 我就跟他們講 你就找好笑的去看 就讓你自己笑就對了 欸那個會一個一個 就是接著啊 接著放音 對 就看不完 真的看不完 然後你就會時間越過去很快 我說你們就是看那些搞笑的影片就好 對 我就是去霧帶頭臉 自己穿 誒 我們有沒有穿氧妝拍啊 我有 好 有穿氧妝拍 有穿氧妝拍 但我好像沒有發 因為我怕大家覺得就是 我來病患怎麼過的嗎 有怕大家有點 但我那時候是想發的 我忘記有沒有發 老公有發嗎 有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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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忘記了 是比基尼那一種 是比基尼那一種 不是比基尼那一種 當然就是泳裝 沒有發 那我應該就忘記 還是那個牙包 應該是泳裝 因為我們第一天到了 就去泳池 烏冰地泳池應該拍很多 很正的照片 自己覺得很正 可是我後來因為太 回來真的太忙 我忘記我那時候到底有沒有發 還是應該有發一張之類的 等一下我再 等一下我再發一下 可以截圖 讓我還非常有一點希望 從見過後 我們還是可以做破美好人生 就好嗎 因為我還是要給 我其實最希望做的是 給大家很多信心 因為真的生病 尤其是癌症 大家都會覺得很絕望 我覺得這是一件 你身邊或家人有這樣病痛的 你是很痛苦的 所以我還是希望 不是我把這個事情講得很雲淡風輕 而是我希望 我都可以過來 你們絕對也可以 然後 一定要正規治療 不要走偏方 因為太多偏方 喝什麼喝什麼 只要幹嘛幹嘛 然後甚至有長輩說 你沒事去醫院都有 不要講這種話 很可怕 一定要告訴大家 就是正規治療 你那些輔助治療 都是輔助 但是你絕對不能說 我就是怎樣怎樣 不行不行不行 對 我還是要給大家很多管理 對 很多人還是私訊問我 那你有聽過什麼什麼嗎 你有聽過什麼什麼嗎 我就說 那都可以當輔助 讓你開心 但是重點還是你就是 醫生怎麼跟你說 就是怎麼 我 因為那些 偏方的 你沒有數據啊 講難聽點 他在不在你都不知道 可是醫療的東西 是有數據告訴你 欸百分之多少的人 疫情已經好了 百分之多少的人 幾年存活率是多少 對 所以我還是覺得 一定要 就是 正規治療 你們有沒有喝酒 就下一個 你一直不在那邊講 唸起 唸起 對 有看到你們在那邊重演 有 還有嗎 還有這個 是誰啊 這個一個兒園 你 你饒了我嗎 我不敢看得起 國老做證 我沒有點進去 因為我們連討論都敢討論 因為當了父母其實真的就 對 沒有辦法去想像這個事情 對 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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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會問啊 就是你們今天開不開心啊 但我老實說 我三個小時從來就沒告訴我 他們飛了 做什麼事 對 然後要不然就是打飛手問 你根本問不出所謂人 但是回答的精神 都蠻好睡覺 你都睡得很好 你該說 OK OK嗎 OK嗎 OK喔 其實已經過了耶 謝謝大家 自己在伴手裡要拿喔 接下來會拍戲嗎 我每次說 沒有邀請 再瘦一點一定會抬眼 再瘦一點希望有人來邀請我 對 有啦 其實之前沒有生命貢獻人 就有一些劇本都沒有 很難 但是 呃 太長時間好像不行 當客串是可以的 因為客串時間很free啊 就幾天而已 我是OK的 歡迎大家來找我客串 我可以戴光頭的那個 光頭的那個頭套 頭套